台南新市收费站这边发生一起意外车祸 一辆载运着木板的拖板车 这驾驶可能是精神不计打瞌睡 结果车子开着开着就撞上了隔壁车道的水泥护栏 幸好驾驶只受到轻伤 不过因为国道上到处都是木板 造成了收费站前大赛车 国道收费站的小客车车道 水泥护栏转强和玻璃全都撞得直离破碎 造势的拖板车几乎没有刹车就直接撞上 还滑行的三四十公尺才停了下来 车上载运的木板散落一地 整个过程把收费站的小姐都给吓坏了 当时这辆拖板车行经新式收费站时 疑似驾驶打瞌睡 刹车不及为了闪避前方的车辆 开到了旁边的小客车车道 就直接朝着收费站的护栏重了上去 巨大的冲击力让车里载运的木板 整个冲破铁皮散落在车道上 让国道远景和工程人员忙半天 好在当时负责收费的站员跑得快 才没有造成伤亡 至于拖板车的驾驶也只是轻伤 只是满地的木板 加上少了三条可以通行的收费车道 让国道新式收费站前大赛车 感谢观看